第23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 最佳女演员由七月余安生的周冬宇获得 今次获奖的她觉得特别激动 觉得能拿一个这么专业的奖 我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就是特别开心能够有这么一个认可 这次跟余文乐同届提名男女主角 冬宇表示很期待六叔拿影帝 对我觉得她的那个一念无名演得也特别好 刚才在里面看那个就是小短片 我都对觉得很感动 六叔公布恋情 冬宇是怎么看的呀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恭喜的事情 对真的特别开心 她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我觉得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很难得 对于下一部戏冬宇称 你看我传了绯闻 传过绯闻传的太多了 都不敢合作男演员了以后 只要合作一个就说我跟人家有绯闻 就是可能因为我比较男孩吧 到底怎样的男生才能吸引我们的冬宇呢 我觉得工作比较重要吧 我还年轻 没有想过太早的成家丽业 这是吗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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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